我们去 我们现在在麦当劳这个地方 去上了一个洗手间 然后呢现在呢准备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哥伦部了 本来今天这个家伙不应该来的 但是呢他要陪着过来 就来了呗 今天是一个周天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哥伦部了 今天现在的话 我现在拍的地方呢 是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套房子 具体是个什么样子 等会儿就是把它拍出来 跟着我的手机一起看一下 现在拍的是它周边的环境 因为我们快到了 还有十分钟 对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 我感觉这个房子附近的绿化 还有就是设施挺齐全的 我们刚刚就在那附近的那个麦当劳里面 买了一点喝的 你看这边的这个小区 好像比我们上次看的那两套房子好一点点 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四个人一起来的 我哥陈诚还有KK 然后再加上我一个 本来的话没有准备过来的 但是呢就是中介说今天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挺好的 然后来看一下 因为陈诚去 大家都知道陈诚怀孕了嘛 然后呢 医生建议就是不要开车 就不要在车上坐的时间太久了一点点 就是开车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好像是那样子建议的 嗯 这个小区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 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地方 那个区域好像都干净一些些 嗯 好像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吧 哎 啊 我喜欢这种类似的 但是这个这个地方的房子 应该比较贵吧 哈 这个比上次那两个贵的 这没有新的 这全是旧的哈 这二手房 全都是旧的 不是二手的 嗯 我们现在去看的是新的房子 今天看来房子是五十多万的 嗯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的话是五十多万的 因为我们之前看的都是三十多万的 三十多万呢 就是房子里面 因为我们看的是新房子嘛 所以房子格局都还可以 但是小区不太行 就是小区环境不太好 毕竟的话 呃 一个房子的话 你至少 因为一套房子的话 就是你买了之后 至少要住一个五到十年 就是才会搬家换新的房子 对不对 就是最少 然后呢 有可能会更久一点点 有可能会十几年了 是吧 嗯 所以说呢 就是不太想 像我们的话 也不太会搬家 所以呢 所以说这一次呢 买买房子的话 就是想买一个 嗯 稍微小区环境好一点点的 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住的也比较舒服一点点 平时的时候 也可以在小区里面 转悠一些 转悠一下 然后呢 你住在里面又觉得很安全 对不对 嗯 今天去看的这一个区域呢 反正我们刚刚开车过来 那一块区还挺好的 我们那一个 就是看的那一块区呢 也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还有六分钟左右就到了 然后今天来的这块区呢 感觉这附近的小区都还可以 你看 这房子也还挺大的 还有三分钟 这是我们在去的这个路上 因为我把窗子打开 看一下这边的就是拍一下这边的这个环境 我们已经到了 陈诚 我觉得这个小区看的好不错呀 感觉这书比我们那小区说好大一些 嗯 我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转转到Alicia Kelton Drive 这个好当的 嗯 这个好好看啊 这个小区 我也觉得还蛮好看 我怎么没看到软红呢 还没看到 是不是 这好大一个院子啊 然后转转到Alicia Kelton Drive 然后转到Alicia Kelton Drive 关键你离四区也很近 离四区也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不到三十分钟 二十多分钟 嗯 二十多分钟 一脚游也很快的 我觉得二十多分钟可以这个环境 对 你太近了 这边的房子那个小区环境太差一点点 而且还不安全 嗯 你看这边的房子还可以 哎 你这不是到那个叫什么 那个地方了吗 怎么感觉还没到 arrived at Alicia Kelton Drive 哇 这个房子arrived 才挺好看的 嗯 而且这房子好大呀 嗯 喜欢 那可不可以玩呢 嗯 特绿化特好 我们从那个开过来 像开到森林里面来的 关键是 嗯 关键是这个房子又大 对不对 特大 每一栋都很大 院子又大 然后呢 因为像个房子 满的 对呀 而且你看这绿化有多好 一路开过来 这把这个房子一看 这三十几万的话 感觉描述发了 这么没发看 刚刚走错地方了 刚刚那个房子是真的很好 那个好像是个老小区 我感觉那个房子应该不止五十多万 这怎么空不当当的 这个怎么是个荒地啊 你的 destination is on the right 就是看这儿难道 哈哈 我不知了 就只有一栋了 难怪别人叫我们等一段时间 还休息 对 应该都还没卖出去 就是好像还没有就是 就只有这一个样板房 好像就好像就没有其他的房子了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套房子也没卖出去 感觉好慌啊 我现在拍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主屋 到楼上看一下 然后这一个地方呢 就是比上一次的那个小区 就是你看这个面积要大一些 然后这一个就是主卧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 反正这一块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房间它要比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房间要大很多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主卧了 这个镜子 就是在国内的话 像这种镜子是不能对着床的 好像是说不太激烈还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衣帽间 它的衣帽间好大 看到没有 这个衣帽间很大 在这个地方穿衣服拍照 挺好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我觉得这个衣帽间比上次那个衣帽间要大 可以放很多衣服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地方放一个镜子 实在太方便了一点点 日份的穿搭 在这里面光线不是很好 把我的腿显得好黑 然后这上面就是一个主卧 主卧还挺喜欢的 就是格局还挺喜欢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储物间 看到没有 看到 你看对 然后呢 这个是 哇 这个地方是小孩子的房间 两个床 挺好的 有点女性化 就是女孩子 我觉得它里面的装 就是那种软装 对吧 都可以借鉴一下 看着挺舒服的 嗯 然后这个地方是 就这个地方的房间 比上一次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房间要大一些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活动空间 对吧 看电视啊 沙发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二楼 然后呢 从这个 就是这个楼梯口 从楼梯口上来之后的话 往往这个方向走 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然后这一个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个储物间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次物 然后一帽间 这个地下室是多少钱 就是5000块钱 不管是多大面积 就给你包了 哦 然后说它总是还建49套房子 49套 嗯 那还不错 那还不错 那这 这是他上次这样吧 嗯 那一跟他一起 就那公开不在那嘛 他说这两边 这边的区域跟刚刚呢 跟我们上次看的区域是完全不一样一下了吧 嗯 嗯 最后这个还行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到附近那边那个地方进过 我也要做厨房了 然后这个地方放一个餐桌 就是你可以参考上的那种方向风格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厨房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就是蛮小清晰的那种的 嗯 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 那边还有一个门 嗯 对 然后呢 就是你看 从这个地方可以出去 对 一起 对 院子 院子还蛮好 院子也还可以 是不是 嗯 有个木台嘛 对 绿花啊什么的 其实到这个地方的小区还是可以的 是吧 他只是房子要慢慢建起来 嗯 这地方是还可以 这地方一号房子 也没建起来 就是全是空地 他卖了20多套 但是呢还没开始建 他已经卖了20多套 嗯 不过建的话 大概等多商量点 一般的话 我看一下他们上次建的话 我们就是那种房子建的话 大概应该就是七八个月左右吧 七八个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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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桌子还不错 嗯 就是那种蛮 就是装修风格觉得蛮简约那种的 嗯 而且他那个设系搭配的很好 对 是不是 嗯 然后我们往这个方向走 看一下地下室 地下室5000块钱 小心一点 小心点啊 嗯 对他就说5000块钱 不包括那个窗子跟那个卫生间 但是其他的地方 他全部帮你装了 嗯 因为5000块钱的肯定上 他装的这样子的话 实在太方便了 你下面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活动室 对 对不对 嗯 而且他这个5000块钱的教会 其实已经很便宜 蛮便宜的 他就只是说就是说 你占美国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 人工是最贵的 对 然后5000块钱的话 这已经很划算 他就相当于是有点打着优惠 是吧 是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楼上的话 我还不记得好像是有三个房间 好像 一个主卧 然后两个室卧 嗯 然后三个房间 之前的 其实这套房子面积还大一点点 但是他的房间小一些 不 房间的话就是少一点 他好像楼梯间那地方有个活动间 查谁间是吧 对对对 我看一下这边 嗯 然后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 嗯 上一次那个房子 面积要小很多 但是呢 他就 好像有五个房间 好像是四个房间 四个 四个 四个房间 嗯 然后这个就是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就是五千块钱 嗯 放点包了 对 就这个样子吧 嗯 等会儿的时候上去看一下那个 小区那个环境 对 我们到这边转一下 这个地方 我 我能没有看 对 这是一个客厅 然后呢 餐厅 看一下 嗯 然后呢 这个是餐厅 然后这是外面 这是一进门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阳光房 然后呢 就是一进到底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进来 地下室 楼上 然后呢 你看那个狗子 哈哈哈哈 啊 我们现在又到另外一个小区来了 你也是 我们刚刚看那个样板房的地方差不多应该有一个九分钟的路程 然后呢 中间呢 就是 就是说 我们说那个地方看不到什么名堂 所以说中间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吧 感觉这个小区还可以 对 这个小区也还行 是不是 罗娜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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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像都是当地人啊 还管你啊 发现了 嗯 看它可以啊 嗯 我觉得这个小区还可以 这个小区还可以 是吧 嗯 嗯 你说我说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嘛 便宜美好货 是啊 然后你看到好的 然后你就不想再 再入岔的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房子 院子 我们先去里面看一下呗 是啊 小心一点 别被狗给咬了 他本来是6月份的 但是今天他老的 哎 这边还有一个湖啊 看了吗 看一下 这我们又来到一个房子 看一下 这个房子挺好的 这是院子 我觉得这个大 是吧 现在没人家呢 有小黑狗 对面 对面都已经有人住了 对面都已经有人住了 这个房子塞太好一点点 嗯 现在一点都不害怕狗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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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还不错 就是看了干干净净 清净爽爽的那种的 嗯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点 而且这块区域还可以 嗯 可是有点臭 是吧 嗯 你觉得也可以哈 好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然后它里面好像格局还蛮好的 小心点啊 嗯 好 可以上去 是不是 嗯 对 这厨房 其实厨房 那什么都可以了 它就是厨房里面的装饰的东西不太一样 嗯 然后呢其他的都超多了 哦 这么大一个处处零色的地方 嗯 看到了 嗯 嗯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 好吧 哦 这个是客厅 哇 这里面还有 这里面有一个书房 看 看一下 嗯 就是一个空间 嗯 我还挺喜欢的那种 是吧哈 感觉蛮简约那种的 是吧 蛮现代化那种感觉 哦 只是说实话 我内心深处呢 比较喜欢那种乌露 虽然是没进去看一下 里面格局是什么样子 嗯 那个乌露那块区域 挺好看的 你看这边呢 哦 这边还有一个阳光房 嗯 餐厅 就是从这个门正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里面有空间 然后呢 从这个地方上去看一下楼上 你小心一点啊 嗯 你小心一点啊 嗯 好 先让你帮我拍视频 我老是担心 没事 我看得到 嗯 我怕你摔跤 哎我 哦 这个房子要大一点点 你看这个地方是这么大一个 活动区 放了沙发什么这样 嗯 他就是这个房子很大 嗯 那个活动区也大一点点 对 嗯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 哇 这应该是洗 放放放衣服 烘干肌洗衣机之类 嗯 对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 哎 一帽间 哎 一帽间也大一点 嗯 这个面积要大一点 这个一帽间比那个一帽间要大多 嗯 是吧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 这又是一个房间 在男孩子的房间 嗯 这个就是男孩子的房间 然后他摆了这些装饰 然后男孩子的衣帽间 哦 这个衣帽间稍微小一点 比孩子的衣帽间更大一点 嗯 其实装 他的这个装修盒子都还不可以有 这边有四个房间 是大一点 嗯 然后这个是个次卧的 看到没有 洗手间 洗手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哇 这个房间这个衣帽间也大 嗯 这么大的一个衣帽间 嗯 是不是 嗯 关键这个是一个次卧的衣帽间 这个不是主卧 这应该是给老年人做是吧 嗯 就是 这个是主卧 嗯 这个洗手间还挺好的 衣帽间 没这个衣帽间 吧 衣帽间也还行 你看 这个衣帽间 哎呦太小了 连这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有点小 然后但是呢 他这个地方 这个洗澡的地方实在是太好一点吧 嗯 你看这个地方是这么大的洗手间 嗯 哦 哦 哦 还有一个衣帽间 有两个 这个主卧有两个衣帽间 这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格级是好 这应该是放那一 就是放那种睡衣啊那些东西 方便你洗完澡之间那个是吧 那也有一点 以我的性格我觉得都一样 嗯 是不是 嗯 嗯 然后这个地方是洗澡的 他修了一个台子 你可以坐在上面 看看 干事分明的哈 哦 这个台子分开的 嗯 应该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嗯 看 嗯 就是两个衣帽间 这个地方是一个衣帽间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 把这个门打开 他这应该是放洗漱用品的地方吧 放毛巾那些 放毛巾那些 什么洗漱用品 嗯 对 嗯 然后呢这个是洗手间 看一下 洗手间是单独的 是不是 嗯 一个空间 然后呢流往这边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是床 对吧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衣帽间 嗯 是不是 嗯 两个衣帽间就不存在什么衣服 放不下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去看看地下室没有了 啊 我们没有了 他还有地下室 是的 好 我们现在已经楼上看完了 楼上呢 就是一个主卧 主卧非常好 三个 四卧 而后呢 嗯 我现在准备去地下室看一下 你要去 我要去 嗯 你小心一点哈 看一下 这个一下来又是这个地方 啊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往地下室看一下 晨晨小心点 嗯 地下室这个门打开看是什么 哦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当储 储存杂物的 看到毛绒 这没有装修的 然后呢 这边就是这个样子呢 就是 空间就比较大一点 嗯 就是玩玩具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哈 他这里面积都要大一些 所以他的空间也就大一些 然后这里面就是个室间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装一些杂物啊 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嗯 这个小区环境还不错 嗯 他现在在带我们去看一个 嗯 看这个地方 这个样板房 这个房子还不错 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个 然后现在再准备去看一个 最大的是最大的户型的一个 嗯 我们现在到这地方是一个就是那个房子的话是新修好的 是别人的 明天交房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这个中介呢 就是说带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房子 交房子 嗯 明天交房 就是靠那个户型是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户型 嗯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户型 嗯 然后最大的一个户型是什么样子 我们进去还得脱鞋呢 我们进去还得脱鞋呢 这地方哈 嗯 这地方的房子都是在新修的 嗯 还好呢哦 嗯 看一下这块地方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房子是户型最大的 然后因为这个房子是人家的新房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把鞋给脱到这个门口 哦 鞋先拖在门口 然后这个地方 你看这地方这个湖 这地方感觉是个风水宝地 后面是湖 没有 这地方这样是那个餐厅呢 一样的 来鱼马 看一下这个房间 对这个房子 因为房子好大 它有两个餐厅 厨房 这是别人的房子 就是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户型 这个明天人家就搬进来的 就是主人搬进来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户型是可以选的 这位置蛮好 这位置蛮好 这位置实在太好一点 我们现在在上二楼的 看一下 它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就是给我们看一个空房子 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好 然后这个这么大一个衣帽间 两个衣帽间 两个衣帽间 嗯 因为这样的话 嗯 我跟他跟你属于相应的 对啊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 依旧是 工作室里还能改进 嗯 就你住在那工作室里 你的工作室里还能改进 嗯 绝了 绝了 嗯 嗯 就是这个样子的 刚刚这个衣帽间蛮大一点 哪个 我看一下呢 都外面 这外面的房子全都是新的 就是我今天呢 拍视频感觉性 性质没有那么高 就是对这些房子啊什么之类的 没什么性质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蛮有性质的 但是哪儿之后呢 因为我哥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开到了 你 那个前面 就视频里面出现了那块区域 那块区域呢 空气又好 然后房子又很大 看着很舒服 以为是那个样子吧 然后 然后来了之后呢 觉得好像 就是 就是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 也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不是想象中的不一样 主要是刚刚的时候不小心 步入了那个小区 嗯 因为他没有 某东西都没放 然后呢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没什么感觉 然后这上面你看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我其实我又找房子跟他回 他们的主要也蛮大量的 回家之后呢 和爸爸妈妈 商量了一下 就是看房子的情况 然后呢最后决定了 三十万左右的房子 就不考虑了 后期的话主要锁定的就是五十万左右 嗯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在看房子这个过程之中呢 虽然说有点奔波 但也是挺幸福的 然后呢相当于是给自己自办一个物件 同时呢给自己就是 就自办一个新家吧 这样子的话再找对象 先给自己一个家 再找对象的过程中呢 自己就不会那么焦虑 好了 视频在这个地方就要结束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朋友 点赞加关注 嗯 拜拜